O hee ho hee ho ho hee O hee ho hee ho hee 追球走了 場上打擊了林志平是揮放洛空 揮放洛空 結果場上打擊了小胖流域是遭到投手的三陣 打了一個偏外側的變化球 揮放洛空 結果一個外角的變化球是再度掉中場上打擊的林志勝 也形成了三連出局 結束了一局上半打民國桃園的進攻 最後留下兩個三連沒有辦法空下分數 休息一下 來看一下一局下半統一7-4的進攻 還是兩好三壞 這球結果選擇用直球對決 最後K掉打擊了陳彥鋒 這場比賽讓楊個人的第4K 對 這個球是紅中的 天高的好球 沒有打到會上的可惜 中間這個球蠻好打的 有可能是前幾個球 有被滑球干擾到 那這時候如果出現安打的話 雷包上面是具有角色的選手 林志平 結果場上打起來 郭彥鋒是勉強的出棒 遭到投手的三陣 今天這場比賽 廖文陽連續三個半局都有三陣的演出 目前是5K的演出 對 雖然是5K 但是內容來講是比較保送太多 壞球太多 兩好球沒有壞球 這球回棒落空 結果最後用一個速球 K掉 場上打擊的陳彥鋒 本場比賽 廖文陽的第7K 也讓 南國桃園在三局的攻勢式 留下一個蠻人的慘點 不過這個半局 南國桃園是追了1分 目前的比數是1比2 還有1分要追 2比1 武手蹲外角 回棒落空 哇 結果今天在兩好球情況之下 廖文陽是蠻容易投出三陣的 這場比賽個人的第8K 也讓這個半局 南國桃園的攻勢是 留下一個3連的3連 沒有辦法攻下分數 目前的比數還是10對2比1 暫時領先 那剛剛就有提到 他在這個賽季面對 左打者的對戰盃打擊率是 比較好一點 或許也是 因為有一顆拿手的變化球 變足球 讓他在面對左打者的時候 是投得比較新的 結果 這邊面對小胖尼歐 是標準本場比賽的第9K了 對 他這顆之球 今天三陣了 南國桃園的2、3位打擊者 都有騙到 有效的騙到 回棒落空 這個變化球 吊中打擊了林志勝 本場比賽 亮陽的第10K了 相當下了 還不到5G的10K了 哇 今年 在單場投球 最多三陣的一場比賽 就是在今晚出現了 現在三隊排名第一 是非常 競爭非常激烈 這一球 打到了左眼 方向滿深遠的 結果 哇 是一支 兩分打點的 紅布浪 結果小破這一支 是一個平射炮 對 打到 那個阿達利亞非常好 非常平 非常的快 第七空現在獅隊 在一局下半是攻下了2分2比0 OK 其實一開始還以為會打在屏東球場的外野大牆上 但是最後剛好越過了大牆 對 感覺上好像是阿倫安打 那最後還是會過去 畢竟是有爆發力的打擊 好 來個失盲拳的慶祝動作 小破本賽季 個人的地氣空 這個球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球是外角高高高 掉下來的變化球 然後靠著手腕 直腰部的旋轉打出去 鎖定打第一球 左眼方向的飛球 落地行轉的安打 看起來是一支長打 那一包上面的流氓 落過三連之後 準備輕鬆馬路來攻下 獅隊的第三分 而敲出安打的 乘用機呢 則是一支帶有一分打點的2連安打 現在獅隊 又將比分的領先優勢 擴大了到2分 對 最穩定的打者 一個變化球 高的掉下來比較低 但是還是被撈到 目前為止看到獅隊 今天的得分效率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對 一個變化球 然後一個角度非常好 但是全球技能打擊得好 跟到最後 跟到最後 鎖定打地球 中間方向安打出現了 輕鬆送為在三連的跑車 獅隊在這個半局又有分數見證 這個半局攻下的第二分 目前是4比1 三分眼間難過桃園 今天這場比賽獅隊真的在得點圈 有人的打擊率真的是比難過桃園還要好上數 對 當高資剛第一個球就選球 就出棒了 當一個投手 上一個打擊者 保送的話 接下來的打者 當然他第一個就是搶好球速 第一個球就是直球來搶好球速 結果高資剛有把握住 第一個球 就直球就出棒了 這個球 打回來打 左阿爺方向蠻高蠻遠的 最後 左阿爺手沒有辦法接到 落地形狀的安打 現在看起來二連的跑車準備到過三連 跑回來攻下分數 挑出安打的 哥哥慶準備上到三連 這是一隻 帶有兩分打點的青連打 哥哥慶三連安打的演出 現在統一是隊 再下兩層 比數來到了6比4 6比2 再度4分的領先 對 這個昌達 打到牆 然後外移手也很拚 陳冠仁蠻拚的 撞到牆 要接那個球 現在 南民國的教練要趕緊上去看一下 陳冠仁的情況 剛剛是 蠻賣力的 想要直接跳起來把球給接到 不過看起來是 撞在了牆上 對 牆上的海綿墊 撞到一上拉 都會投硬硬的 其實有碰到手套 但是因為陳冠仁跑得蠻快的 所以來到牆前附近 想要試圖的把速度給減慢 對 差一點點接到 碰到那個撞擊力還蠻強的 想起來接球 這球打成內野小飛球結果 哇 南民國桃園 最不想要看到的事前 結果出現了 如果這球是正常守備的話 一定接殺的 是一個內野 可能是一個必死的小飛球 但是因為 二游 兩名野手去前的情況下 被高之剛打的一個幸運安打 帶有一分打點 所以這個半局 師隊打成了一個三分大局 目前的比數 七比二 五分領先 拉開了 半箭拉開了 連續兩棒都出現安打 帶有打點 那我球運加就是這樣子 你守前面我就打後面